那今天会中主要是通过桃园市长选举第二次党内协调的结论 那结论如下 全民调将指定两家民意调查的公司 那参选人会在3月18前将各自指定的民调公司交给秘书处 如果说两个人的推荐名单是相同的话 那第二夹则由协调委员共同指定 那全民调的时间会定在4月15到4月17号三天 全民调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是政党对比 一个是党内互比 那这两个的比例呢 也是由参选人共同决定 也是会在3月18之前决定 那调查非优势 两位参选人各自分担一半 那结果的话 就是党内出选的结果 会在4月18星期一之后公布 以下 请问一下媒体陪伦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会跟 看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推出谁 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的话 那今天记者会就结束了 我们在那边又有小点机 大家在那边